大家好,我是斯蒂芬 我们在上节课中通过一个场景的引入 OSI7次模型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协议站的描述方法 然后对于我们的TCPIP协议站 然后用户进程 它处理应用层细节 那么我们的内核TCPIP协议站 它提供了一个通信细节 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些 然后在这个场景中 我们也知道了通过我们应用层的编程 主要是通过什么呢 主要是TCP和UDP这两个主角 那么在今后我们写代码中 如果说要保持长连接 或者是如果要保持稳定的连接 那么用TCP 那我的应用场景如果像发短信一样 那我就直接用UDP 这两种编程方法呢 灵活应用 在上节课中我们还学习了 那个TCP编程模型中 客户端的编程模型 其实也就是调用两个函数 对吧 通过两个函数 然后连接到我们的服务器的 这样一个公共的 众所周知的这样一个端口 这样一个IP 就可以去获取我们的时间服务 那么在这几课中呢 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服务端怎么写 那么我们当我们想到一个软件 要怎么实现啊 通常呢 先熟悉它的这个编程框架 也就是它的整个思维逻辑是什么样子 同样的我们从曼函数开始 那么首先创建一个IPv4的啊 基于TCP的这样一个字节纽服务的 这样一个套节字 然后呢绑定我们当前主机的IP 和我们的这样一个设定的这样一个端口号 那么到了这一步 然后就开始监听啊 通过调用neeson这个函数来监听 当我们监听呢 此时客户端就可以来连接我了啊 当我们这个neeson这个函数返回之后呢 就会进入accept函数进行睡眠 那么accept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和我的客户端建立连接的啊 这样一个过程 实际上在我们应用层不关心 它建立连接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在内核实现的啊 在我们的TCPIP协议站实现 所以呢 当我们accept了之后 也就是说接受了我客户端的连接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它返回了一个通信套节字 专门和我们的客户端进行通信的这样一个套节字 那么我们在客户端中没有这个区别啊 因为我们在客户端中只需要创建好套节字 连接上服务器我们就可以使用那个套节字 但是在服务器中不一样 因为服务器啊 我需要去等待客户端连接 那么在我跟客户端通信的时候 我又不止跟一个客户端通信啊 通常情况下不止跟一个客户端进行通信 那么此时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和这个客户端 唯一通信的这样一个套节字 好 那我们这样一个套节字建议好了 下面就开始是业务逻辑啊 也就是我们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我现在在这里我的这个服务器啊 进程它提供的是一个时间服务 也就是说我只要抖取了我服务器上的时间 然后写到我这个套节字里面 那么我的这个协议站 就会将我的数据发送到我的客户端 这样呢 我的客户端收到数据之后打印出来 整个流程就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这个程序的流程图啊 来进行代码的编辑 这是我们上几课创建的client端的代码 那么现在创建一个服务器端的 首先我创建一个server.c 然后将我的socket 将我的头文件 就是我们通常的那些头文件 包含在一个头文件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通过 我的这个 这里有这个目录 那我现在通过这个来编辑我的代码 那么第一个呢 先包含我的头文件 socket 面函数 通常都是这样的写法 那么从我们的这个思维导图上来看呢 从本函数开始啊 首先就是创建一个基于tcp的字节牛服务的这样一个套节字 好 那我现在创建一个套节字 那么基于我们这个模型呢 所以通常很多代码都是通用的啊 创建这样一个套节字啊 然后容错处理 那么这个是坚轻套节字 我在思维导头中说了 那么我们首先创建的一个字 套节字呢 是坚轻套节字 通过这个坚轻套节字 我们的except的函数将其转换为啊 通信套节字啊 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你先创建一个套节字 是吧 nissanfd 那么我们还要记录我们的通信套节字 是吧 我就把它存为socfd 那么第二步呢 第二步就是我们的bind 第二步就是我们的bind 我们将会把我们的这样一个地址 我当前主机的这样一个地址绑定上去 那么同样的在客户端那一节 我们已经讲到了 这样有一个通用的这样一个地址结构 那么我们的这个server结构是什么呢 就这样一个结构 socfd in ipv4的通常都是这样 基于tc 基于ipv4的这样一个地址结构 server 然后client端呢 这里稍后我们再提到 那么现在呢 填充记址 同样的还是这几步 首先 协计足端口号 ip地址 那么我在这里绑定的ip地址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绑定的ip地址 这个any 它代表着我们这一台主机上面的所有的网络接口 也就是说 我这台主机上面有两张网卡 那么它就会对这两张网卡进行绑定 当然这都是内核协议站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想写一个ip地址 或者说是其他什么原因 直接就可以在这里绑定 我们该台主机服务器上面的所有的ip地址都可以那连接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写 同样的8888端口号 转换成网络字节序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绑定了 那么绑定之后干什么呢 绑定之后干什么 绑定之后监听啊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监听了 那我们怎么监听呢 其实调用一个函数就好了 只要调用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的这个监听套节字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内核中 已经具备了客户端来连接 我这个服务器进程的条件 好 那在这个Nissan这里面呢 有一个5 有的同学肯定会有疑问 这个5是什么意思呢 通常这里说的就是 我们的监听对面有多大 比如说我现在有5个客户端的连接 那么我现在一次只能和一个客户端建议连接 然后转换成通信套节字 然后再回来继续accept的时候 那么他才会去继续和第二个客户端建议连接 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在前面排队的这一个过程呢 他可以有多少个客户端排队呢 我在这里是5个 那么其实呢 我们在编代码的过程中啊 这些常量最好用红来表示 这样呢 方便我们就是看我们代码的人 去阅读代码 方便去阅读代码 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写代码不仅仅是给自己看 Define 那我们监听的最大对面是多少 Max Nissan Queen 我们监听的最大对面 我在这里定义为5 好 那我们监听好套戒字之后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 睡眠我们的进程啊 直到有客户端的连接他 那我们怎么睡眠我们的进程呢 就是通过调用Except函数 那么在这个Except函数中呢 我们就会睡眠我们的进程 好 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监听套戒字啊 通过Except函数睡眠到我们的内核中了 此时他就会有客户端来请求的时候 他就会通过Except返回转换成通讯套戒字 那么我们此时就可以对通讯套戒字进行读写 对不对 比如说啊 我通过Write函数 我要写一个写一个什么内容 到我的这个套戒字里面去 那我当然是从我的缓存里面 把内容写出去 对不对 比如说我在这里要写一个啊 写一个十个字节啊 一百个字节啊 等等 那么我先啊 定义这样一个缓存 这样一个数组来存储 我们想要写出去的字 写出去的数据 注意我们现在这个进程要实现的功能 是将我们的时间 服务器的时间送到客户端啊 那么我现在的时间怎么去读取呢 我先定义要定义一个变量 去存储我通过Time啊 这个函数读到的一个 个整形的数据 因为通过它 我们在Ninux中的时间数据呢 都是存在一个整形数据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整形数据去算出 我们能看得懂的数据是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将我们这个时间写入 写入我们的缓存 Buff啊 大小Size of Size ofBuff 然后我们写什么内容呢 通过这个摆方号S 然后通过我们的CTime 将我们的这个时间长数 将我们这个时间长数转换成四伏串 然后再将我们的这个Buff 写到我们的这个套节字上面 通信套节字上面呢 那么它的长度多少呢 我们直接用Strandance 求这个Buff啊 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数据写上去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Strandance呢 因为这个字符串啊 我们作为石榴进制啊 传击出去的时候 我们尽量能少传则少传 那么我们也可以写更多的数字 只不过后面是一些随机数啊 这样呢 在这里注意啊 在这里我现在只能接受一个客户的连接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Accept了之后啊 程序就没有阻塞了 直接一直执行下来 执行到我们这里 那么现在干什么呢 Well1啊 让程序一直阻塞这里 这没意义 那么先Close 将我们这个通信套节字Close 然后或者将我们的程序返回 那么此时我们这个服务器的功能是什么 先监听啊 转换成通信套节字 在这里阻塞 由客户端来连接 那么转换成通信套节字之后啊 将我们的时间发送过去 然后关闭套节字 结束 也就是说我这个客户端只能 访问我这个服务器进程一次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要他来访问多次 我们怎么办呢 在这加个循环就可以了 我要1 那么通常我们在代码中呢 想要多次执行同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就循环一下是吧 那么在这里他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呢 叫迭代服务器 我同时不能连接多个客户端 但是我当我一个客户端返回之后 我另一个客户端又可以去连接他 你看我们的过程是这样 先建立这样一个通信套节字 然后再把数据写给客户端 然后关闭了这个套节字 是不是 然后再又返回到这里进行循环 那么他又会陷入这样一个 睡眠状态 直到有客户端的连接 然后又返回套节字 然后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那我们现在来编译一下我们的代码 那么现在这边也有些问题 长度 没定义 这里的长度定义什么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time-p 这个是int型的 time-p 然后我们再编译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在42行 42行 在42行我们多写了一个封号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运行我们的服务器了 此时我就可以去调用我的time-client 这样 这里的这样一个客户端去进行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那么我们在这里出了这个问题 我们看看我们刚才的场景 当我运行了server之后 它没有出现这样一个segment-force 但是当我client去连接它的时候出现 也就是说我代码是在哪出现的问题呢 是在我这一段出现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segment-force一般是内存存取到未知的内存介质 这里 那么我们ctime需要调用的是一个指针 这样呢 我们再来编译一下 再来运行 然后客户端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了 此时我们的客户端获取到了我们的服务器端的数据 对 就是这样 这里客户端可以看到我们接收到的25个字节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打印一下 在我们的服务器端 看看我发出去的是不是25个字节 byte 我们打印一下我们的这个strand 这样一个长度 这样就可以知道我们发出去的数据 是不是我们接收到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只要再编译一下 然后再去调用一下 看看我们服务器端的打印 看到没有 我们服务器端的打印也是25 对不对 那此时也就是说我们发出去的数据 就是我们接收到的数据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那为什么我在建立好通信套节字之后 我要把这个套节字关闭呢 我直接继续用不行吗 不行 我们可以尝试着把这个关掉 这里 这里说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accept每次都会返回 未用的新的这样一个套节字 来进行我们与新的客户端的通信 注意这里是新的客户端 不是原的那个客户端 原的那个客户端 我已经不拟他了 不跟他通信了 此时 我就需要把那个套节字关闭 要不然 如果持续这样下去 我有几万个啊 或者是更多的客户来连接的时候 更多的客户端来连接的时候 那么我的套节字就会面临枯竭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在这里不打印 在这里不关闭我们的套节字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我们每次建立的通信套节字 是一个什么样的值 那我们编译一下 4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继续 再连接 它是5 再连接 它是6 再连接 它是7 也就是说 我的这些套节字呢 会不断的增加 就这样一直增加下去 如果我不对 不对它进行关闭的话 那么好 我们现在关闭试试 那么我们再编译一下 1 再连接一次 4 再连接一次 它还是这么多 那么所以呢 我们需要关闭这样一个套节字之后 我们每次都会用到同一个套节字 就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节课中呢 我们还会提到一个东西 那就是这个sec,set,soc,opt 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在大家自己去尝试 这一块代码的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 当我们运行这样一个服务器段的程序的时候 我们的内核告诉你 这个地址已经在使用了 此时我们只需要调用这一个函数 对我们的监听套节字 进行设置 设为地址可重用 这样就OK了 那么我们这里会有用到一个opt的这样一个参数 我们只需要把它设置为1就OK 这样就OK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可能会问 我的server和客户端 可不可以共用这样同一个头文件 可以的 只要我们自己 在我们今后的写代码的过程中呢 不断的增加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写makefile 通过makefile来控制我们的整个编译过程 只要make一下就OK 不用每次都到我们的命令行去敲一个GCC 多麻烦是不是 文件多了也不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先讲这么多